第十六届海峡论坛举办的前期 福建东南广播举办了一场 清新福建型媒体裁缝活动 我们一起来看看精彩的新城吧 福建东南广播集团 2024年的清新福建型媒体裁缝活动 邀请了海峡两岸60多名的媒体记者 网红 由福建省会福州搭车一路南下 走访各个工商企业 宗教文化设施以及著名的观光景点 在我们福州城的市中心 它跟我们台北地形非常相似 是我们所属一个非常典型的 称之为河口本地 其中呢 在我们福州城的沿着闽江边 沿着东南角的方向 一直往我们福州北部的方向纵深 在六天的行程当中 媒体记者参加明北跟闽南传统街道 鲜油县的鲜水洋风景区 享受农家乐的特色料理 也到光阳蛋液参观养鸡场的各项设施 品尝美味的茶叶蛋 肯定光阳蛋液的鸡蛋 品质比日本更有良 我们的鸡蛋是对标于世界一流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要做出更多自己的特色在这个基础上 所以我们要做 因为我们是一个民生的产品 我们要把好鸡蛋给百姓吃了 媒体采风的行程也走访 近江市参观知名品牌安踏的企业基地 行销国内外的整合伞业 感受大陆企业走进国际 追求品质的气度 两岸美景也利用最后一天的行程 参加厦门举办的海峡论坛 深深感受两岸交流的迫切性跟重要性 许多团员都表示 清新福建型的行程可以说是上山下海 深入福建各个角落 让台湾媒体可以感受到大陆的进步 跟两岸血浓溢水的情感 希望将来能够持续不断的举办 让两岸情感的牵连 能够越来越紧密 越来越融洽 记者陈文旭 李家津福建报导 西京福建训 明年见 了 如果是根本主席战